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喜欢这个 有的人爱那个 这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老话说的对啊 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啊 有喜欢鬼故事的 有不爱听 有喜欢历史人文的 有爱听民俗的 这个东西很正常 这跟拍电影似的 你花三个亿拍个电影 卖了五百个亿 拿一万个奖 我就觉得不如门口耍猴子好看 你也不能打死我 所以说天下没有任何一种 艺术形式和演员 能被所有人都喜欢的 这个没法抬杠 那天看见评论里边 有人说这么句话 挺好玩 就问 说这个 隔壁老王是什么王 哎 这个创意不错 因为我最近 我们筹备一个戏 其实说最近 应该是在年前 疫情前 我弄了一个电影 我们这个名字就叫 老王的隔壁老王 所以我看他这个 觉得很亲切 你说隔壁老王 很多朋友就举手 我知道 说隔壁老王是绿帽子王 哎 这个是大伙都这么说 众所周知的 但今天呢 哎 我们可以聊一聊 聊聊这个隔壁老王 是个什么王 很多难听众呢 都害怕这个王 为什么呢 哎 他是个绿帽子王 关于隔壁老王的 网络段子特别的多 不过呢 这个隔壁老王的故事 不是现在才有 啊 您看这个清朝 孝林广记这本书 它分多少个不 啊 现在来说就是 不一样的单元 每个单元里边 类似的故事放在一块 其中有一个书饼布 这里边有一故事 说有一少妇 少妇长得很漂亮 他这个老公呢 常年不在家 家里就是他一个人 现在说吧 这叫空虚寂寞冷 哎 这个空虚寂寞冷呢 就天天在家里边 弄点乐器 啊 热闹闹的吧 一边搞乐器呢 一边唱歌 这一边唱呢 隔壁就有一个邻居 听见了 好啊 这太棒了 啊 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呀 你听见人家啊 又唱歌 啊 又弄乐器 这屋里边 叮了光浪的 多好 这个咱们交流 交流心得吧 俩人一拍即合 天天呢 在一块搞乐器 白天不够 晚上凑 这一天 两人就在屋里边 搞乐器 他这老公回来了 光光光一敲门 屋里边这俩都啥了 邻居 有心跳窗户 可人家这个老公 已经在院里边了 这怎么办呢 女的有主意 说你躺在床上 有什么事我兜着 邻居说 那成吧 好家伙 大老爷们躺在床上 你放心 你踏得实实 躺好了 女的开门去了 开门又晚 他老公进门 就不太高兴 啊 这一开门 磨磨唧唧的 怎么了 这一进屋 觉得不对了 床上躺着一男的 说这怎么回事 这呀 媳妇一点都不慌 说你不认识他 老公看了 看这不认识啊 这是隔壁老王啊 你忘了呀 他老公常年在外啊 想来想去 对这个邻居 没什么印象 可又一想 有印象也不行啊 隔壁老王 怎么跑到咱们家 躺着来的 媳妇说 嗨 他媳妇是个母老虎 今天两口子 抬杠半嘴的 老王啊 让他老婆给打伤了 这不吗 躲了咱们家来了 这一说完呢 他老公乐了 嗯 媳妇都打不过 这可是个笨蛋 啊 媳妇说行了啊 估计这会儿啊 嫂子气也消了 王大哥 赶紧回家吧 隔壁老王起身 道谢 平平安安 就回家了 哎 这是挺早的一个 隔壁老王的故事 当然了 那个有听众朋友就说了 说了半天 隔壁老王到底是算得上 什么王呢 这玩这就是咱就要没事到事啊 那就得研究研究这个王 咱现在说王是怎么来的 最早 王这个字 是为了国家君王设计的 其他的人不可以称自己为王 所以在古代 一说起什么国家的皇帝都称为王 上周王 周文王 周武王 这都是那时候的皇上 当然了 他那会儿还是没有发明皇帝这个词 春秋战国的时候 因为属于周朝 所以管皇帝 叫周天子 最早说的就是那时候的天子 天子嘛 那皇上都说自个儿顺应天命 统治百姓 老天爷的儿子 在人间至高无上的存在 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 您看那个春秋战国时候的国君呢 很多人开口就喊 大王大王 其实这个呀 并不准确 因为那个时候他并不完全那么那么称呼 这个称呼是从戏曲上演变过来的称呼 真正历史上 在当时来说吧 国君呢 都称为是什么什么公 那时候靠天子才能封赏诸侯列国的国君 按照公侯博子男来说 这些个国君算是最高的爵位 所以呢 叫公 王只有周天子 包括你看后边小说 提到这些都是 王伐咒 文王拉车 周游王 风火系诸侯 都是当时的天子 才能称为王 其他人如果称王 这叫剑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 冒用了更为尊贵的名号 在当时来说 这个跟谋逆叛国没有什么两样 那后来又怎么有了这个王那个王的呢 春秋战国的时候 楚国有一个国君叫雄通 这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 就是到处的出兵 到处打仗 每回打赢了之后呢 就把那个国家的贵族 弄到自己的地盘上 软禁起来 慢慢的呢 这楚国就成了当时很强大的国家了 人一旦权力大了起来 就总想跟别人不一样 雄通呢 有一回去打一个国家 这国家叫随国 随国不打 按照这个爵位来说吧 公侯博子男 这个国君只能是一个侯爵 成为随侯 打到了这个随国的王都面前呢 他就跟着随侯提了一个要求 就说你啊 你跟周天子传句话 你只要能办到 我就放了你 随侯说 跟周天子说什么呀 雄通说 你看了吗 东迁之后 诸侯国都在乱来呀 乱臣贼子特别的多 政务生哪是多混蛋啊 还拿剑射他 这么不像话的人 他都不敢惩罚 我有本事 可以保护他 但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要观中原之政 请王室尊乌浩 随侯气坏了 我好歹也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呢 你怎么这么欺负我呢 让我给你当这个传话筒啊 但是 没办法 为什么 打不过人家 你打得过早翻脸了 随侯就去见了当时的天子 周平王啊 把这事怎么来怎么去 一说 说您老人家看看 怎么办吧 啊 要传达的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翻成大白话 就是说 你让我进董事会 我要当一个老板 这样呢 我保护你 他这么说 周平王也不高兴 想当初 周平王没有东迁之前 这个王室的地盘啊 一直都被这个 犬戎国呀 就这些个藩帮啊 骚扰着 后来没办法 东迁洛邑嘛 就是迁都到洛阳 在这里边 郑国的功劳 那是最大 其他的诸侯国呢 也多少有所表示 楚国连个脸都没露 董事局啊 早就满了额了 后来大臣们就凑了一块商量呗 说这怎么办呢 要是跟楚国呀 这时候翻脸 这要是管不住的话 就都得玩玩 大会小会各种开呗 开完之后 跟周平王出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呢 不能给他招数 你想啊 一点功劳都没有人呐 这个 周平王你要是答应了 雄通给他封了尊号 其他人还不得跟着一块闹 都称王 国家乱套了 对不对 您可以让他自己封 公喉脖子难 看他心窍 只要他开心 但是呢 这个雄通要是他自称为王 周天子就可以说他僭越 这个时候 其他国家也可以跳起来揍他 这帮臣子们出的主意是想着 让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们看着 你们看看啊 楚国的国君 僭越了 他有谋逆的嫌疑 你们不揍他吗 这个主意等于就是变相的拒绝了雄通 你不是要称王吗 拒绝他 变相的说 这雄通这受得了吗 对吧 他这头呢 让随侯去跟周平王说这事去了 他觉得就没问题了 那头呢 自个跟家都准备好了 相案都摆得了 随时准备称王 这个随侯回来跟你说 说不成 这个天子呀 没答应 没给您 告封的这个诏书 雄通一听 这不像话呀 说了 王不嫁我 我自尊而 什么意思 哦 你不封我呀 那我自个来吧 雄通还是很有志气的人 给自个封了一个楚王 除了自封楚王 连这个士号自个儿都起了 叫楚武王 士号这个玩意就是 死了之后才有呢 这是给去世的王族 追念起的 这么一个士号 他好 活着就给自个儿起了这么一个 这可了不起了 这等于向全天下宣告 他像天子一样的尊贵 不单单给自个封号 还召开全国诸侯代表大会 让其他国家的诸侯都来开会 按说 他这个这个僭越的行为呀 周天子应该站起来 得置身了 然后号召诸侯们 讨伐叛逆 但是没有 周天子没有 他不光没有 还有那个不肯去朝拜雄通的 那个随侯 就随国那个啊 那大哥 让雄通给灭国了 那也没站出来说一句话 周天子打的什么主意呢 他是想 我打不过雄通 但是你们琢磨呀 本来你们跟雄通是一边的 甚至雄通比你们还低一级 他突然间比我位置还高啊 还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封的名号 你就这样骑着你们头上 你们过得去吗 你们得联合起来揍他 但是 咱用现在的话来说 你若不坚强 谁替你勇敢 眼看着 周天子自己都默认了雄通称王 那其他人还客气什么呀 雄通称王之后 其他的国军觉得 这挺好 这有点意思 嗯 这个周天子没有什么可怕的 楚国能称王 我也行啊 咱们来吧 这还等谁啊 是吧 打这儿骑 其他的国家也跟着就来了 哎 楚王 齐王 赵王 跟着一个个的起来 称王 这大伙的心里边 这个周天子是越来越没有威信 老话说的好啊 法不责重 什么意思呢 犯法的人太多了 就没办法管了 你逮着一个这好办 这一帮人怎么弄 是不是 这样呢 周天子也是没有办法 也就只好默认了这些位的 僭越行为 也就是说 从这时候开始 王不再成为天子的专属称号 那王怎么成姓了呢 王这个姓的来源 还是要从周天子 他自己家里边说起来 秦朝汉朝之前 没有统一的姓氏 哎 他是用这个 用来区别婚嫁和贵贱用 秦汉之前 老百姓没有姓氏 你看在这个通志 士族略里边有记载 说贵者有氏 贱者有名无氏 什么意思呢 封建社会王朝 只有贵族才配有姓氏 传承 穷人老百姓是没有资格 有姓氏的 所以 秦汉之前的很多文字里边 都是用名 再加上他们各自的职业 来区分这些人 你看那个 鲍丁解牛 这故事里面的鲍丁 就是个厨子 这厨子从村到尾都没名字 为什么呢 在那个社会 不配有名字 那是贵族的专详 那么王这个姓 是从哪个贵族开始有的呢 东周的时候 有一个天子 周灵王 没有什么本事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 就是很平庸 也是因为啊 他自己没有能力 纯球战国 其他的国军 蠢蠢欲动 导致了底下各个诸侯国 开始有了野心 他虽然说没有什么本事 他有一儿子 叫姬晋 历史上 管他叫太子晋 姬 就是继承了周朝天子的姓氏 晋是他的名 姬晋呢 很聪明 历史上说他 温良 忠厚 聪明 博学 但那个时候 诸侯国 看他爸爸 没什么本事 谁跟他客气呢 其中就有一个国家 晋国 晋国 侵占了周天子的王室 地盘 然后呢 还派人去 晋见周灵王 周灵王 秀花枕头啊 明知道 晋国 侵犯了天子的地盘 还不敢吭声 但是 十几岁的这个激进 不敢 跟晋国的使臣聊天 聊什么呢 现在话说 就是道德绑架 他利用这个姚舜宇和周文王 周王的作为 告诉使臣 要仁义为本 总的来说 就是把晋国的使臣 给绝了 意思就是 你们不能干 不道德的事情 忠心意思呢 就是一个 把王室的地盘 还给我们 不然 你们就是不仁义 这一来二去的 激进的名声 就传出去了 说这个十几岁 年纪轻轻的辅佐朝政 面对使臣进退有度 他这么能干 他爸爸就显得 没那么能干了 他爸爸周灵王 有一回呢 周王公啊 被水淹了 周灵王号召大伙开会 说大伙伤了伤了 这个水怎么治理啊 周灵王准备用 堵截的方法 把水拦住 他儿子不同意 说您这不行 这是蛮感 自古以来 天地万物生生相克 说一大堆 然后用这个大雨治水 来批评他爸爸 这干嘛 人有脸 叔叔批的 是不是 当爸爸让儿子给训了 还是当着文武群臣 这个 哪受得了啊 他爸爸急了 就把这激进呢 给废除 就是 别当太子了 省得让我下不来台 当老百姓去吧 就这么着 激进呢 从太子进 就变成了平民 那个时候 平民没有姓 但是这个激进呢 他要给罢免了吗 激这个姓 也不能用了 再用这个 都算僭越 但他毕竟是 王室的后代 也不能 有名无姓 得了 就姓王了 他本身 就是王室子弟 周灵王不出来说 也就没有人 对他姓王 这个发表意见 是从这儿开始 世界上才有了王 这个姓氏 所以说 自古以来 真正有意被封王的 都是皇亲国戚 帝王后代 电视剧里边 称国君为大王 是不对的 他们没有那个资格 只能称为公 既然王这个先是这么来的 我们就可以再说说 那些称王子了啊 有人说 还有什么人称王 对 有个美猴王 这当然话 我说孙悟空这王 不是他疯的呀 那是猴子猴孙们 排马屁呀 是不是啊 那对 大伙都喊了 说那您是王 那会不是还大战 混石魔王吗 啊 然后孙悟空跟 混石魔王 两人打起来了 啊 后来 来了一大帮子 妖精啊 一起找孙悟空 要群殴吗 对吧 这个故事 西游记里边有 但这个 原型故事 不是他写的啊 早在唐朝 就这故事 后来慢慢的发展 才有了小说 至于隔壁老王 那跟成什么王 没关系 啊 就是 沾了祖上了 因德 得了这门信 他能让什么人害怕 是不是啊 这顶多是街坊 害怕而已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